一歲十個月的男同凱開招 狠心保姆虐待致死 引起社會踏伐 有熱心的殯葬業者 在得知消息後 主動幫忙處理後事 除了禮儀公司伸出援手 兒福聯盟也強調 在凱開遺體解剖結束後 因為家屬告知 想另外找葬儀社 後續才沒有幫忙申請補助 絕對沒有置身事外 根據了解誠信社公 三月十號是最後一天 接觸到凱開家屬 但是十一號事件發酵 直到十六號光六天時間 都沒有其他同仁 做後續慰問 引發外界不滿 責任的一個態度 那我覺得這部分是大家 是人生共分的 凱開前保母親友透露 已經把孩子花葬 在陽明山公墓 因為年紀太小 所以沒有記名墓碑 大批網友湧入留言 雖然不認識你 但真的覺得很心痛 希望下輩子能夠遇到好人家 三日新聞和孟掌心儀台北車房報導 自動靜大 investigación 所有人都音訪 感谢观看